OK 怎麼樣各位 很像吧 我敢說這是我做過的免費造型裡面最像的啦 嗨各位 好久不見啦 這次我們要來Course這件票選第二名的龍捲 這是一共帶來的五組造型 好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OK 那第一組 這個是我們今天最便宜的龍捲 除了免費的之外 我們先來簡單的看一下它的造型 這款的話它的上肢就是上半部的部分 適用比較女性化的肢體 但是下半部的部分就比較接近Roblust方塊的感覺 龍捲這個角色它的服裝就是穿一件開叉的連身裙 大概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只不過它在關節處的地方做的好像沒有很貼合 有點破損的感覺 尤其是大腿屁股這邊旁邊的那個附近 整個都破掉了 就比較可惜一點啦 但我想應該有人更喜歡這個 這組的價格的話是90塊 真的是已經是今天最便宜的啦 那身體的部分就是一件上衣加一件連身裙 如果你想要走夏季風格 再清涼一點的話也可以把這個上衣拿掉 就會變成這種無袖的感覺 然後加上這個30塊的榻榻米臉 標準的龍捲的傲嬌臉 這個臉的價格真的是已經是最低啦 我看其他的最少都要30、32 至少是沒有看到比30塊更低的了 然後它的肢體的部分的話 它是用女人的軀幹 然後右臂跟左臂 這個女人的話呢 就是某個角色啊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角色啊 女人 沒錯啦 它就是叫女人啦 我們進去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裡面只有用到它的軀幹跟左臂右臂 讓它的上半部比較女性化一點 下半部的話用起來不好看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看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總之是不太協調啊 所以用原始的那個方塊的腿 會比較好 大概也是因為那個衣服也是跟著那個方塊腿來設計的吧 所以用這組的話呢 記得去買女人那個角色 反正是免費的 然後裝上它的上 上肢還有軀幹的部分就可以了 然後這組的頭髮的話 用的是這個綠色動漫心靈髮型 50塊啊 也是我找到最便宜的了 你說像嗎 我覺得顏色好像淡了一點 然後卷度也少了一點 但是真的是最便宜的 還有另一款更像的 後面會介紹到 如果你有預算的考量的話 這組是最適合的 90R 已經算是一個很親民的價格啦 好那接下來這款呢 是比較方塊版的龍捲 整體上看起來會比較粗壯一點 畢竟它的四肢是選用比較 ROBLOX風格的 頭髮的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比較好看的版本啦 顏色跟捲度都做得比較到位 表情的部分呢 則是選擇了一張 看起來像在生氣的表情 然後腿部的地方 尤其是膝蓋 還有後面屁股的地方 這組的造型 它有做一些 比較細的線條 看起來會更還原一點 我覺得這組的裙子 也比上一組的要像 費用的話一共是110元 衣服的部分就像剛剛所敘述的 是選用了一個細節比較多的版本 頭髮的話只是70塊錢 比剛剛的貴了20塊 如果是70塊這個價格的話 這頂應該是 最像的 這裡有一個50塊的 但是髮型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還有另一款也就是 上一組的那個造型 然後這個女孩曲幹的部分 就是他的腰部 腰部這邊會做的比較有曲線一點 所以在肢體的部分 這一組跟上一組的區別 就是在 手部而已 軀幹是用同一個 然後手部跟腳都是用 原本的 Roblust方塊人 我覺得整體上來說還算不錯啦 跟上一組比起來更有那個 Roblust的風格 而且也很好的保留了龍捲的細節 所以你不喜歡上一組那種風格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看看這一組 我覺得還不錯 110啊 我覺得還算在便宜的 價格範圍之內 OK 那第三組呢 是我們 戰損版的龍捲 先給大家大概看一下細節 這組在衣服上面還做了不少的細節啊 這一組在衣服上面還做了不少的細節啊 像是這個手的部分 然後這個腰部啊 還有這個 胸口臨口這邊 全部都有把它做成戰損的樣子啊 甚至他在褲子這邊還多做了一些 光暈的細節啊 以衣服來講 設計的還算蠻不錯的 頭髮的畫質是用跟上一組一樣的髮型啊 然後表情的部分 就是選用了一張 更邪魅 自信的笑容啊 效果的部分則是加了兩個雷姿器啊 上半部跟下半部的雷姿器 讓他整體呈現的感覺像是在戰鬥中的樣子啊 而且這一組的肢體我也是特別搭配過的 讓他的整體身材更加的還原一些些啊 這組的話一共是187元 但是如果你預算不夠的話 其實雷姿器拿掉也沒關係啊 雷姿器拿掉的話就只要112啊 臉的話是32啊差不多 那肢體的搭配的話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上半部跟下半部 上半部的話就是跟上一組一樣啊 使用那個女人軀幹 然後右臂跟左臂啊 看這三個全部都是啊 但是腿的部分呢 則是改用這個新古典CV2 也是選用某一個角色啊 這組的角呢我是選用這個斯凱樂啊 斯凱樂他的右腿跟左腿啊 這組是免費的啊 所以只要買完之後單獨套上他的左腿跟右腿就可以了 我拿這個新地做示範啊 因為他這個用的腿跟肢體 也是跟那個斯凱樂一樣 都是用這個新古典CV2啊 這邊都是免費的啊 你就這樣直接點這個購買 然後他就會問你要不要0元購買 那按下去 就可以成功購買啦 那購買之後呢 再繼續單獨把這個左腿跟右腿套上就可以了 像剛剛講的啊 如果你不要那個雷姿器的話 只要112啊 我個人覺得啊 這套是我今天介紹的裡面最還原的 主要是因為他這套衣服的那個曲線設計的比較多啊 再加上這組的那個曲感我有特別去選用啊 你看上下部件就用了不同的兩個角色 所以那個細節一定是有差的 因此如果你的預算差不多的話 這組是我今天最推薦你購買的 非常的還原啊 而且ROBLAS的風格也還在 四肢看起來也不會那麼粗啊 接下來這組比較特別喔 他是性轉版的龍捲 也就是男版的龍捲 衣服的部分換成了這個 黑色的服務生的服裝啊 感覺很像其他平行宇宙會出現的龍捲 表情的部分只是用同一組啊 頭髮的部分只是這個比較凌亂的短髮 這組總價格是95元 也算是蠻便宜的啦 整理的感覺也算是蠻精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較宇宙不同一點的話 可以選這組看看 只是 別人可能會看不出來你在 扮演什麼 畢竟他最後表情的部分是龍捲啊 OK那接下來的下一組 也就是最後一組 是我們的 免費龍捲造型啊 其實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去做免費的造型啦 主要是因為免費的衣服跟素材什麼的都比較有限 每次做出來其實都不太像 我自己都有點心虛啊 但是後來有很多觀眾跟我說覺得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再來繼續回來做免費的造型吧 好那就不廢話了馬上來看那個最後一組的免費造型吧 3 2 1 OK 怎麼樣各位很像吧 我敢說這是我做過的免費造型裡面最像的啦 但很抱歉啦各位 這組 是假的 啊怎麼說呢 並不是說他整個都是假的 而是現在這個樣子其實是我有經過特殊調整 我先還原他的原始樣子給大家看一下吧 當然啦 他的原始樣子是這樣 其實是一樣的造型啦 只是我在那個遊戲裡面動了手腳 讓他把那個裙子還有那個頭髮的部份做變色 才能還原成剛剛那個樣子 這個造型的話呢 我主要用了這些部件 頭髮用了這個直 capacity 金色 然後還有這個衝浪會意 金色 主要就是為了增加它的層次感 把那個短的拿掉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看起來比較可愛其實說真的 就是一個比較漂亮的長頭髮女生的造型 那加上這個衝浪髮型就是為了讓它比較像龍捲的捲捲髮型 這搭配真的是已經是免費裡面最像的啦 不要懷疑我真的找超久了 這兩個髮型不管少了哪一個都會變得比較不像 衣服的部分我則是選了這個手織外套黑色 這個還不錯 這材質其實如果你沒有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跟原本的那個衣服相去不遠 就是領子這邊沒有開叉而已 那褲子的部分就沒辦法啦 我沒有看到免費的黑色長裙 只有這件蓬鬆長裙是白色的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選擇啦 其他都是褲子 然後這個頭呢 臉啊還有軀幹那些我都是選用某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叫帕克的免費角色 它這個角色其實做的蠻細的 你看那個臉的部分還分成眉毛跟睫毛 然後再來才是五官 哇同一個部位就有三個 我覺得算是蠻多的 再來它的左臂右臂還有其他軀幹 就是比較真人的那種比例 那這個軀幹它的缺點就是 剛剛那些衣服就是前幾個版本的 它用那個ROBLOX方塊的模組去做的那種衣服 就沒辦法用這個角色來穿啊 穿不上去啊 穿上去它不會有效果出來啊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 它只能套這些免費服裝 不然的話它的身材其實是 最接近那個動漫的那個比例啊 然後一開始的這個變色其實是透過遊戲裡的這個功能啊 效果 它這邊可以去設定衣服的顏色啊 然後這邊可以把它拉成你想要的顏色 那龍捲裙子就是黑色嘛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把它拉成黑色 然後頭髮也是給它改成綠色啊 如果你想要玩其他顏色 這邊也可以自己調調看啊 欸改成整個黑的好像也不錯 不過這個調整後的效果 僅限於這個遊戲裡面啊 比較可惜的是它在其他遊戲裡面 它髮型也只能用一個啊 所以我就只要選那個 比較好看的這個髮型啦 好那今天的Course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請幫我按喜歡加訂閱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喔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囉 掰掰